考上北大那天,我确诊了癌症 因为我家图四地,初中就开始送外卖 摆地摊,供我爸妈吃喝 为了省钱,我缺一小时,每天部署三万以上 结果积劳成疾,确诊后 我第一时间告诉我妈,我妈却说 不管什么病,妈妈都愿意救你 但大医院不靠谱,化疗手术太贵太遭罪 妈妈都是为了你好,特意在老家给你求来了治病偏方 我信了她的话,从早期熬到晚期 直到临死前的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早就继承了家产 几十栋楼收租,身家过亿 我妈口中的破衣服,是限量版的迪奥 香纳,我爸口中的剪破烂 是回收的宝马,法拉利 而他们的一切装穷,都是为了对我苦难式的教务 我活活气到吐了血,再睁眼 竟然重生回到了十几年前 爷爷要下海经商,到接去深圳的那一刻 爸,雪宁打算留在这里上高中 他不会跟你走的,我妈拉住我的手 到我拽到身边来,看着家图四壁 十分拮据狭小的一居室 我心都沉了,一居室里住着我和爸妈三个人 我没有房间,只有拉帘的小床铺 过到了一百满的物品 蟑螂走进来都能迷路的程度 面前这位满头白发,深表遗憾的是我的爷爷 他摇头叹气,既然你们夫妻俩都已经做好决定 那雪宁就留下吧 我自己去深圳,仅有的一线生机,彻底断了 我脑子里的那根弦,也跟得断了 我撕打只嗓音,带着前世的绝望悲壮 喊出声,爷爷,我愿意 我使出了全身力气,挣扎出身 爷爷,我愿意跟你走 我二话不说,扑通下跪在我爷爷的面前 两行热泪落下,我爷爷对我出格的举动惊助 你跪下来做什么,爷爷这次来 本来就打算带你走的 苦日子真是过怕了,跪一跪也没什么 我是真怕爷爷不带我走 然后我再次惨遭前世结局,落得冤死下场 我哭得甘成寸断,哭着喊着跟爷爷走 但我妈不乐意了,她小嘴一撅 爸,你这样会惯坏孩子的 她年纪小就该多吃点苦 遭受社会磨练,以后才能成大事 她不能跟你走,走了是你伺候她 还是她伺候你,爷爷已经开始创业 再过几年,就会有几百坪大别墅 私人庄园,管家保姆一步到位 这还需要我伺候,既然我爸妈乐意吃苦 那这苦就让他们吃吧 我不伺候了,前世,我一直以为我家很穷 穷到连一顿饭都要吃光我爸半个月工资 每次我妈做好饭,都会说 家里穷,妈妈的衣服全都穿破了 也要省下来给你上学 为了养活你,你爸日日夜夜都在外面收废品 捡垃圾,你要懂得感恩 等我们老了,希望你也能对我们这么好 为了补贴家里,能让爸妈吃饱穿暖 我从小就制定了赚钱计划 小时候帮同学写作业 长大帮同学递情书,抄作业 恨不得只用五块钱花一周 可尽管这样,我妈还是会说 明明,爸妈虽然穷,但就你一个孩子 你就该多努力,多吃苦 你是爸妈的希望 你不能像你同学那样天天朝三不四 到处逛街买衣服,你还没成年 不要那么奢侈 我让你爸在大街上捡废品的时候 多给你捡几件别人不要的旧衣服 家里穷得可怕 连我的学费都凑不齐的程度 我一直觉得我是活在上个世纪 走出家门,又到了格格不入的新世界 哪怕是这样,我还是欣欣向荣 不放弃生活的希望 我勤奋苦读,就为了能上个好学校 以后找个好工作,买房买车 可我还没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就确诊的胃癌早期 医生说是我不重义饮食 记一顿饱一顿 常年饥饿导致胃部严重受损 我失魂落魄地回家 抱着我妈痛哭 我妈得知这件事,却很淡定 随手把诊断书撕了 明明,现在的大医院都爱吓唬人 谁去检查都是癌症起步 何况,动手术化疗太诊问人了 明明,妈妈舍不得你受这份罪 妈妈,一定会给你求一个偏方 要到病除 妈妈这都为了你好 她的话,根本不可信 我相信医院的技术 我偶尔会胃出血 明显是病了 可家里太穷 就算砸锅卖铁都凑不起医药费 爸妈也没有借钱给我治病的意思 于是我听了他们的安排 我喝着其苦无比 蛇虫属义的药物 忍受着胃部钻心痛苦的痛楚 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到最后吃不下饭 受到皮包骨 我二十出头死的那天 竟觉得是解脱 相对于死亡 更让我崩溃的是 我在临死前 听到了真相 我家原来很有钱 我爷爷早在几年前就创业成功 吃上了时代的红利 我奶奶热衷于买房 在深圳到处买楼 我爸是他们的独生子 唯一的继承人 他随便卖一套房 都能治好我的早期胃癌 可笑的是 他们为了苦难是教育 让我没苦硬吃 最终活生生的熬死我 在我的坟前落下两滴悔恨的泪水 就开始享福 到处旅游挥霍家业 爷爷是专门过来救回深圳的 这个年代 沿海地区的教育质量比小县城好很多 前世 我妈没经过我的允许 直接帮我拒绝 终活一世 这是我目前唯一能摆脱困境的机会 我岂能再次错过 我眼眶一红 可怜巴巴地看着爷爷 爷爷 我能照顾好你 我很有照顾人的经验 我会洗衣脱地做饭 爷爷就我这么一个孙女 顿时心乱 宁宁想回就回吧 爷爷扫尸了一眼四周 嫌弃道 更何况 你这不个地方 真的还能助人吗 见我要跟爷爷走 我妈突然激动了起来 他啪啪地狂杀了自己两巴掌 清脆的巴掌声 让爷爷停下脚步 我妈疯狂地质问我 宁宁 妈妈对你不好吗 我要是有错 我宁愿把我自己也舍得动你一下 说完 我妈扑通一下跪下来 抱着爷爷的腿痛哭 爸 女儿就是我的命 我对他掏心掏肺 你不能带走他 爷爷被我妈的行为吓到 半晌没说话 我妈哭着大喊 你要是把您带走了 我该怎么活呀 你是在逼着我去死吗 我妈态度强硬 爷爷也渐渐妥协 见状 我集中生智 蜷缩着身体倒在地上 我额头冷汗冒下 痛苦地哀嚎着 爷爷 我心口疼 爷爷被我的症状吓一跳 赶紧走过来扶住我 我大口喘息 把前世病重的姿态演出来 爷爷 我在家从来没吃过一口饱饭 衣服都是捡来套我身上 我明明都这么苦了 怎么还不让我平安长大 我好疼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有了前世的经验 我的眼睛很快骗住了我妈和爷爷 我哭得梨花盖雨 脸都白透了 爷爷当机立断 做了决定 这孩子我必须带走 我先养一年 顺便去那边养养身体 到时候你们再来接他 我偏了一眼我妈 见我妈没吭声 估计他是在盘算去医院看病会花多少钱 大病小病病说 主要是花钱 因为怕花钱 才让他勉强同意我的离开 我直接跟着爷爷去了深圳 他很会抓时代的风口 把钱全都砸进互联网初期 而我恰逢小生初 被他送进了附近的初中 跟前世的遭遇截然相反 我再也不用忧愁帮爸妈赚钱 吃得饱穿冲暖了 这天我放学回家 爷爷激动地抱住我 明明你真是爷爷的小福星 爷爷现在能开公司了 爷爷是一代商业奇才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下海经商 有丰富的经验能保证能赚不赔 赚了钱能给您买房子 也许是老天爷赏饭吃 赐予了他这方面的能力 却又把我爸这么蠢的人 弄成了他的不生子 这一年里 我过得无比轻松自在 但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转眼一年过去 我爸妈突然坐火车 来到了深圳 爷爷的公司刚起步不久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进公司 家里依旧很拮据 我妈见我过得不怎么样 勉强松了口气 爸 我还怕你惯坏宁宁 他从小就要吃苦 先苦后甜 他在我们手里吃尽苦 以后才能过得好 爷爷被气得冷哼 懒得和他计较 但爷爷可能是知道他们纯 并没有和他们说开公司的事 他们就理所应当地以为 爷爷在深圳混得肯定不好 我妈天天在背地里嘟囔 还以为她过得多好呢 笑死 接走宁宁的时候 底气这么足 原来都是吹出来的 她也是百事不成 住这么小的房子 一家老小都要挤到一起 真是委屈我了 我照例去上学 不管他们的事 我妈却相中了我学校门口的位置 开始在那里摆摊 还特意在摊上写着 成雪宁妈妈的糖水铺 这下 全校师生都知道 我妈在学校门口摆摊 她愿意摆就让她摆 我丝毫不觉得丢人 甚至还有点高兴 她竟然还会自食其力 钱是 可都是我赚一份 她花一份 我在学校里和同学相处融洽 学习认真 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我 运动会开始前 班主任还专门让我妈过来送矿泉水 我妈高兴得不行 专门回家炫耀 运动会开始后 我妈让我爸跟着一起帮忙送水 这是矿泉水吗 怎么喝起来怪怪的 可能味道就这样吧 学校专门一定的水 不用花钱的水讲究什么 望着我爸疯狂给同学发水 却不见我妈的身影 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赶紧从箱子里拿了瓶水 灌了两口 仔细瓶瓶 这似乎跟自来水的味道差不多 我急不走到我爸的面前 我妈呢 我爸一脸不耐烦地看向我 不帮忙就别捣乱 别耽误老子赚钱 我忍下急躁的心情 好生好气地说 我找我妈帮忙呢 总不能让你们一个人忙吧 我爸这才凑到我的耳边说的地方 我立马去了学校废旧的器材时 一进去 里面的场景我都惊住 我妈把空瓶子摆好 大水桶里的水灌进瓶子里 重新封口装箱 她一个人手忙脚乱地操作 被突然出现的人吓了一跳 发现是我 她又松了口气 你傻站在这干什么 赶紧和我一起装箱啊 这一幕 冲击得我脑袋直发懵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我喝了口水桶里的水 随即又吐了出来 这是什么水 我妈一脸无辜 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自来水啊 你们这帮孩子就是太娇气 我们小时候就是喝井水长大的 别说井水 连河水都喝过 这有什么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而且这样还省钱 我头皮发麻 指尖都有些发颤 愣着干什么 你们同学真能喝 看来 这次来水比矿泉水还甜 我妈叙叙叨叨地说过没完 我看到她的小作坊直想吐 我转身就跑 冲到了广播室里 我反手一个举报 让他们休想在寿外这种 含有大量细菌 未曾过滤的水 由于是运动会 所有同学都在场 喇叭一响 全校同学都愣住 全体同学注意 请放下你们手中的矿泉水 经同学举报 这水来源不明 不能再次入口 瞬间 我妈变了脸色 冰冷很厉的目光望向我 她冷冷地盯着我 像是看透了一切 雪宁 是你举报了妈妈吗 她紧握手中的塑料瓶 徒手捏扁后 狠狠地朝我扔过来 瓶中的水 犹如一道弧线抛出落下 我连闪带躲 身上还是见到了水子 我妈发了疯似的 尖锐着嗓子质问我 你是疯了吗 你举报了我 你能有什么好处 我是你妈妈 你不仅不帮我 她反手举报了我 你这是在断我的财路 我要是承认是我举报 估计她能打死我 本来我忍无可忍 想直接跟她撕破脸 但以我现在微薄的力量 还得装一装才能换来一时的安稳 我没举报 可能是有其他学生看到后举报了你 更何况 广播室里本来就有不姻缘 未必是我呀 我妈气疯了 冲着我就是一脚 我本来可以直接躲过去 余光却恰好批见学校里的老师赶过来 所幸 我不仅不躲 还顺势被她踹倒在地 你是当我傻吗 除了你 前面根本没人来过这里 妈妈对你不好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针对妈妈 雪宁妈妈 请你住手 老师及时出手 挡在我的面前 她伸手扶我起来 对我妈进行严密的批评 到达孩子解决不了事情 而且 这本来就是你的问题 学校是信任你 才把分发矿泉水的事情交给你 可以竟然把自来水灌进去 现在孩子都注重健康 你这样让我们校方 怎么向学生家长交代 文言 我妈嘴一撇 不耐烦地说 那是你们的事情 你们渴我给他们水喝了 这有什么问题 我爸现在还没继承财产 我妈也还没成为父太太 如今的她 还只是个农村出来的泼妇 把蛮不讲理的泼辣劲 发挥得淋漓尽致 无论学校怎么开导劝解 我妈都死活不认 直到 有同学火急火燎地冲过来 和老师说 老师 不好了 目前一共有五位同学 都出了上土下泄的状况 可能要送去医院检查身体 文言 我妈瞬间变了脸色 她一脚踢开塑料瓶 抬脚往外走 我妈知道情况不对 她不想负责 现在走最好不过 但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她拍拍屁股走人 学校能同意吗 老师直接拦住我妈的去路 耐心地说 雪凌妈妈 你要是走了 学校没办法和其他学生的家长交代 麻烦你跟我们一起去医院一趟 我妈两手一摊 不讲理的劲又来了 你们学生身体不好 关我什么事 他们上土下泄 也只能说明他们体质太差 重属现象 你们是不是想诬赖到我身上 老师也无奈 看了我一眼 雪凌 老师知道你是好学生 做做你妈妈的思想工作吧 他们紧急把学生送到医院 来不及说劝我妈 我妈瞥了眼我 转身就要走 我立即抓住她的手 妈 学校不会让你赔偿的 她不愿意去医院 无非是害怕赔钱 我妈恨恨地瞪着我 我生理养你 家里为了你 掏空了钱供你上学 结果你却举报我 还想让我赔钱 程雪凌 妈妈身体养你 难道对你不好吗 我面无表情地答道 举办运动会是学校活动 在校期间活动中出了问题 有很多原因 不只是自来水的问题 可能是身体素质不行 或者是滴血糖 等检查以后才能知道 我妈懒得听我说话 甩开我的手就要走 我在她的背后大喊 你如果现在走了 校方很可能把问题 直接怪罪在你头上 你走得了一时 学校领导带着警察找到家里 你还能走吗 等到那时候你就说不清了 不如现在和我去医院 我妈停下脚步 将信将疑地看向我 我松了口气 坦荡地说 我没有举报你 你是我妈 我肯定全心全意为你着想 我妈被我说动 终于同意和我一起去医院 医院检查以后 确定是急性肠内炎 说是入口食物不干净导致 这下 责任全在我妈身上 我妈想赖都赖不掉 她惨白着脸 结果医生给来了缴费单 她被缴费单的数目惊到 一时间瞪大了眼睛 完全无法接受 整整一千元的医药费 这个年代 对我们家来说 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就算我妈拿出所有积蓄 都交不上这笔钱 更何况 她原本也没打算赔偿 这是你们学校里的事情 干嘛把缴费单给我呀 怎么 这么大的学校还想赖账吗 这钱我可不给 爱谁谁 她摆出无所谓的姿态 老师也不好跟我妈扯 只能等学校领导来了再说 老师为难地看了我一眼 立即就被我妈发现 她冷笑一声 今天你就算把程雪宁开除了 我也不会缴费 他们身体弱得跟小鸡似的 关我什么事 程雪宁从小就在垃圾堆里爬 捡垃圾吃 有时候饿得吃不上饭 我也没见她生病 我们大城市里 人就是太娇气 同学看向我的目光逐渐同情 掩饰不住的怜悯 这一刻 我真的为我有这样的妈 而感到无比的羞耻 我妈势必要把这件事闹到底 好在爷爷听说我去医院的消息 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此时此刻 我妈已经跟病患的家长大闹了起来 自来水怎么了 莓过滤的水怎么了 你小时候没喝过吗 见爷爷过来 我急忙走上前 爷爷二话不说 接过缴费单直接去窗口缴费 我妈都被惊住了 爷爷潇洒拿出一千块放在窗口前 我妈眼珠子一亮 连连询问 爸 你哪来的钱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爷爷说 棺材本 我知道爷爷的公司现在发展迅速 日子早已不像以前那样拮据 一千元肯定能拿得出手 但我估计 经过这件事 爷爷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爸妈的性格 所以故意不想跟他说公司的事 这也刚好和我心意 就我爸妈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继承爷爷奶奶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好在运动会的事情对我影响不大 大家都很清楚这是我妈的个人问题 不过有同学知道是我举报的后 还给我起了个称号叫 当代大一列亲第一人 那件事之后 爷爷将我爸妈狠狠训斥一顿 短时间内 他们两个不敢再作妖 我放下心来学习 成绩稳步提升 也顺利参加了中考 中考成绩出来后 我能顺利上试业最好的高中 当我妈知道这件事后 她没祝贺我 而是和我说 宁宁 我给你找了家附近的高中 教育资源不比市中心的高中差 实验高中是出了名的贵 附近的消费都很高 你知道的 我们家里很穷 爸妈省吃俭用的把你养大 实在是很辛苦 你也应该体谅一下父母赚钱的不容易 她一脸坦然 眼里没有半分愧疚 反而很理所应当 我爸更是大男子主义严重 他大手一挥 就要拍板做决定 所以 我跟你妈已经决定了 就让你上家附近的第五中 学校就在附近 你可以当走独生 到时吃住都在你爷爷家 根本不用花钱 妈妈这都是为了你好 据我所知 爷爷早就给爸爸找了工作 每月工资不少 省吃俭用绝对够上实验高中 更何况 这两年他们都在爷爷家吃住 消费全是爷爷之称 他们的钱全都握在手里 只是舍不得供我上学 你说晚了 我已经抱了志愿 文言 我爸再也坐不住 他忽然起身 愤怒的眼神瞪着我 我妈更是一脸气愤 都说了我们没钱供你上学 你还敢报那种学校 程雪宁 你是不是在大城市待两年 就不知道你是谁了 家里没钱 你还非要上 你这是要逼死妈妈呀 我妈怕花钱 不让我去上实验高中的事情 我没和爷爷说过 爷爷事情忙 经常被困回家 可哪怕是勤工俭学 我也要上教育资源 最好的实验高中 见我不理会 我妈开始闹自杀 闹绝食 她逼着我妥协 但我在附近上去 看她饿得咽口水 我心情大好 又炒了俩菜开炫 这一天 我妈半夜偷吃 被我发现 我直接抢过她手中的零食 你不是说这东西吃了没营养吗 我替你吃了 终于到了第三天 我妈饿得头晕眼花 血气晕倒 爷爷从公司里回来后 就看到了这一幕 见到爷爷 我妈就像是看到救星班 她趴在床头痛空 哭得悲痛欲绝 女儿不听话 我也不想活了 爸 程雪宁变成现在这样 全都是您惯的 家里付不起实验高中的学费 她还要去上 照我看 她就直接别上了 在外面找了工作也不少赚 爷爷当即做了决定 一招制服我妈 宁宁 学费我给你交了 又在学校附近帮你租了房子 但你一个人过去 爷爷实在不放心 要不要让你爸妈过去照顾你 我还没开口说话 我妈抢先一步 爸 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哪里还需要我们操心 反正她都有地方住了 中午晚上在学校食堂吃饭刚刚好 我们就不过去打扰她学习了 估计他们是怕租房花钱 也懒得照顾我 于是 我就这样顺利报名了实验高中 而我爸妈则是死赖在爷爷原本的房子里面 还好爷爷也不是冤大头 他允许他们住着 却装穷 不给他们生活费 我爸只能花着积蓄 坐吃山空 我上高中以后 积极参加学校里的活动提升自己 就在我高二这年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辩论赛 辩论赛举办规定是无论年纪高低 成绩高低 只要是本校学生都可以参加 而辩论赛小组的第一名 更是可以获得奖金三千元 很快 就到了大赛当天 学校为了彰显实力 鼓励学生家长进校旁听 我爸妈可能是接到了班主任的通知 在比赛当天 出现在了台下 望着我妈激动兴奋的眼神 我心中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明明 辩论赛要开始了 身边同学提醒我一句 我立马回神 不再多想 辩论相当激烈 我们正常发挥 不敢有半课松懈 好在准备的齐全 侥幸运的比赛 获得了辩论赛小组第一名 作为辩论赛小组组长 由我代表小组去领奖金 当学校领导把奖金递给我们那刻 我爸推了一把我妈 他就健步如飞地冲上台 抢先一步说话 大家好 我是程雪宁的妈妈 我们家不比你们城市小孩 我们没工作 家里现在穷得连一厘米都不剩 这笔钱是宁宁为了孝敬我们 拼尽全力才获得的奖币 说完 我妈坦然地伸出手 所以这笔钱 让妈妈替你保管 我吃笑一声 你在胡说什么 我站在话筒前 平静地注视她 更准确来说 你在吃心妄想什么 这笔钱不止有我的份 还有小组其他同学的份 所有人都敬注 台下的学生以及学生家长 包括老师都被这剑拔弩张的气氛给震慑住 见过大市面的学校领导 及时反应过来 他们走上前 试图把我妈先劝下台 可他们还没动手 我妈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 程雪宁 妈妈现在都快吃不上饭了 你竟然敢这么蹲妈妈 你这又不笑语 她不顾形象地趴在地上痛哭 这是她惯用的耍赖手段 只要她闹一闹 钱一定会到她手上 你们学校就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她崩溃得大吼大叫 根本不顾外人一样的眼神 整个学校里的人都在看她笑话 她哽咽着指控我 你小时候多乖的孩子 去捡费品卖钱只为了给妈妈 为了赚钱这种手段都用过 甚至是偷骗 还霸凌小朋友要钱 程雪宁 小时候的你 对爸妈是多么的孝顺 可我万万没想到 长大后的你 竟然是这么没良心的白眼狼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 我和你爸爸被碰了死吗 一旦激起千层骂 她的一番话 瞬间引起一众同学 往我身上测误 她竟然还偷钱 霸凌同学 不可能吧 我和程雪宁接触过 她看起来不像这种人 程雪宁的生活用品都是大牌 怎么可能是穷鬼 这人是不是专门过来闹市的 面对我妈无赖泼辣的作风 我已经习以为常 我赚的每一笔钱都坦坦荡荡 不至于偷抢甚至是霸凌 我看了她一眼 你有证据吗 我妈一时间无言已对 她全凭一张嘴捏造莫须有的事实 当然没证据 这些年 我妈清楚知道 在我这道根本没用 但我万万没想到 她现在竟然变得无所不用其极 竟然为了三千块 想出了更疯狂的做法 她从地上站起来 眼神锐利至极 我有这样白眼狼的女儿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说完 她不管不顾地冲下台 直接冲上走廊 爬到栏杆上 又要从这里跳下去 她现在不养我 以后也不打算养我 那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我妈一只腿迈出栏杆 又要往下跳 所有人都吓坏了 尤其是学校领导和校长 他们各个脸色难看 恨不得现在就把我妈拽下来 又怕刺激到她 校长温和地劝说她 雪宁妈妈 不就三千块而已 只要你愿意下来 我立即让雪宁同学 把钱都给你 我妈还是不乐意 她现在就给我 我才能下来 身边小组的同学们 也全都被吓坏了 连忙劝说我 陈雪宁 你就把这笔钱给你妈妈吧 对对 至于平分的事情就算了 我们都不要 全都给你妈妈 雪宁 你先把你妈妈劝下来 她根本不敢跳 那怎么能行 说好的平分 一分也好都不能少得给你们 小组同学冷汗直冒 左右为难 文言 我妈瞬间瞪了眼 她被气疯了 怒声喊道 好好 你为了三千块钱 你连妈妈的命都不要了是吧 那我现在就跳给你看 她脚一抬 所有人都随着她的动作 提上一口气 紧张气氛烘脱下 一道低沉 温设力十足的声音 显得格外清晰 丢人现眼的玩意 她一出现 引起全校人起身观望 其中有人认出了爷爷 立即惊呼出声 这不是成成吗 成成 这个名字好耳熟 笨啊 之前我爸在财经报纸上 看过关于她的采访 她就是半路起家的成成 听说现在公司都快要上市了 爷一出现 全场人的焦点聚集到她的身上 听到众人的议论声 我妈的眼神从迷惑 逐渐变得清醒 随即被巨大的惊喜笼罩 她兴奋到极致 根本没注意脚下 于是 她脚底一滑 原本在外面的半截身体 顺势倒了下去 啊 瑟尔的尖叫声穿过整个走廊 我眼皮一跳 身体本能地往前冲 还好楼层不高 身强体壮的体育老师 又离她最近 在她即将摔下去的那刻 北体大毕业的体育老师 及时地抓住她的手腕 爷爷愤怒至极 走上前 伸手就去抓我妈 所有人都在救她 只有我 站在万围 瞅瞅不定 我没动手去救她 但她在众人的 齐心邪力下 被救了上来 我妈的左手似乎骨折了 你都成了上市老总啊 归缩在另一边的我爸 也立即冲上来 望着爷爷的眼神 犹如天神下凡 爷爷脸色难看的看着他们 最终 他不情愿地点头 我妈激动得全身都在发抖 笑得比谁都灿烂 仿佛刚才经历过生死的人不是她 爷爷气得浑身颤抖 当场踹了我爸一脚 然后领走了我妈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耽误您您学习 有了这件事 这三千块钱算什么 我爸妈赶紧和爷爷一起回家算账 盘算着如何掏空爷爷的家庭 他们一走 我不得不收拾这烂摊子 我拿过奖台上的话筒 冲着全校师生道歉 最后又把奖金跟小组同学评分 等这件事尘埃落定以后 我立即问班主任借手机 打给了爷爷 既然已经跟我爸妈撕破脸了 我毫不留情 直接跟爷爷爷说 爷爷 你的钱 你的奶奶想怎么花都行 总之 千万得对我爸妈 他们不配 爷爷笑了一声 让我不要管这件事 专心上课 我升高三后 在爸妈的虎脚蛮缠下 他们确实从爷爷手中 骗走了一笔钱 这钱对于如今的爷爷来说 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于我这两个爷爷之间 报复的爸妈来说 可是一笔巨款 他们纯粹的爆发护心理 穿金带银 曾经不敢去的奢侈品专柜 现在走进去看了不看 直接买 一年之内 爸妈像是变了的人 他们浑身上下都是名牌 我妈不再撒泼闹自杀 为了钱找各种借口 我爸也不再工作 专门让爷爷养着他们四季二人 奶奶红着眼 抚摸着我的脑袋 一转眼 黑瘦的小姑娘都成大姑娘了 你进去好好考试 别辜负了爷爷对你的期待 我以约察觉到不对劲 试探着询问 爷爷呢 奶奶笑着说 他忙 天天忙 你进去考试 不等他了 可是奶奶明明在笑 眼泪却在眼中打转 我走进考场 专心考试 考完以后 我奋不顾身地跑出考场 我期待能在人群中看见爷爷 可是只有奶奶捧着花等我 这刻 我就知道爷爷出事了 原来是考试的前两天 爷爷晕倒在办公室里 被紧急送往医院 下了病堆通知书 见我高考之际 奶奶和家里人都隐瞒下来 一直等到我考完 奶奶才告诉我 我和奶奶一起去医院 路上心慌的药命 这辈子 没人对我好过 除了爷爷奶奶 明明我长大了 有本事能赚钱了 他们就病了老房 到了医院 我就听见我爸的盘算 等老头子一死 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名下的产业不都是我的吗 他早点死吧 他死了我才能拿到遗产 我妈咬着牙 自怒地说 就是 还有承许你这个白眼王 现在一心只有那俩老家伙 等钱到手 一分钱都不给他 让他好好吃苦 走我们走过的路 宣泄不出的怒气 汇集成一团 闲事今生的恨意笼罩在心头 让我恨到极致 不过奶奶的阻拦 我疯了一样冲到我爸面前 我上去一巴掌 就抽在了他的脸上 我爸被打懵了 我妈也带愣住了 半嗓都没说话 你们是疯了吗 他是你爸 你却诅咒他去死 就为了钱 我一把抓住我爸的衣领 红着眼审视他 就为了钱 可以不顾亲情 可以不要父母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是吗 成九计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爷爷 我爸一把将我甩开 我经历了高考 压力之下身体先瘦 根本不是他一个成年状害的对手 他反手将我推倒在地 目视着我 成雪宁 你真是反了天 你敢打老子 还敢和我叫板 这些年日子过得太舒坦 是不是忘记谁跌了 说完 他要一脚踹上来 我急忙蜷缩着身体 躲过了他的一脚 我不禁笑出了声 讽刺道 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妈 你让他去闹 常年念到家里没钱 家里穷 你让他在学校闹 在家里闹 外面的人都说你是好人 和你呢 你给他洗脑 让他觉得女儿生下来 就是赚钱的奴隶 就该一辈子给你们卖命 因为我不是儿子 所以我和你不是一个性别是吗 我早就看透他的本质 我妈身受毒害 我爸经常在夜里和我妈计划 如何圈钱 如何偷钱 他让我妈去像个托付一样 各种要钱 然后自己坐享其成 要说我妈是实际操盘者 那么 我爸就是幕后指使者 一下子戳到我爸的废管 太阳起手 就要一巴掌伤我脸上 你敢打他一下试试 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 奶奶走到我的面前 扶起了我 我还没死 你爸也没死 你敢动明明一下 你们两个就给我滚出成家的户口 我爸顿时泄了气 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妈冲上前 看都不看我一眼 他心疼的捧着我爸的脸 瞧又瞧 这傻孩子是疯了吗 连你都敢打 咱不要他了 我发了个白眼 谁稀罕 我和奶奶去了病房 爷爷还没醒 自从高考完以后 我就去医院里去看爷爷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病情已经控制住 爷爷是心脏问题 至于这么久没醒来 恐怕是常年疲惫下陷入的睡眠 好在爷爷在第三天就醒了 他醒来以后 静养了一段日子 这天 我去医院看望爷爷 爷爷握住了我的手 满脸慈爱的看向我 经过这次 我算是真的看明白了些事情 最近一年 我放纵他们 测试他们 没想到到头来 他们真的如你所说 不配 爷爷说不定哪天就撒手人环了 到时候爷爷护不住你 你就要独当一面了 许宁 爷爷已经联系好律师 立好了一桌 我惊讶地看着他 立即皱眉 爷爷 你会长命百岁的 爷爷笑得爽朗 而后又叹口气 长命百岁爷爷就不奢求了 我只想让你过得好点 至于你爸妈的事情 我会帮你处理好 爷爷的眼中划过一抹狠利 像是在谋划着什么 我不知道爷爷的谋划 但他的动作很快 不出两天 爸妈都不见了 甚至连房间里的行李都被清空 电话打不通 身份证件也没了 就像是这两个人 从来都不存在似的 爷爷出院这天 我没忍住问他 爷爷 他们不在深圳了 好像消失了 爷爷微微一笑 这不是正好吗 我一阵心惊肉跳 家里祖传灭青行为 见我脸色不对 爷爷一愣 你该不会不想让他们走 难道是爷爷会搓起了你 我紧抓住他的手 神色慌张 爷爷 你现在事业有成 商业大佬 前程不能毁在他们俩身上 你把他们 我还没说完 爷爷就忍不住笑了 没杀 我瞬间安定下来 倒是不怕他的死 就怕爷爷出事 我派人给他们为了安眠药 直接送出国了 至于他们在哪 我就不和你说了 他们现在手上没有钱 也被我移出了成家的户口 没有任何通信设备 只有身份证 结婚证 就让他们自力更生 过好苦日子吧 他们现在这样 就算是要回来 起码要凑齐钱 依照他们如今的赚钱速度 消费速度 想从国外的小地方飞回来 恐怕很难 查分那天 爷爷比我还激动 他就在电脑前 带着老花镜 一直忍不住往电脑上撇 又不敢看 奶奶打去他 小心点你的心脏 经手上千万的项目 都没见他紧张过 现在紧张的和小孩似的 我还没点开 爷爷就立即抓住我的手 他语重心长的和我说 您您 考好也没关系 我看新闻报道 有考生没考好 就要寻短剑的念头 咱可不信这套 没考好爷爷 爷爷话还没说完 我就已经颤着手点开了 当爷爷看到电脑上的分数 嘴唇直打哆嗦 眼红的厉害 他正正的看着 饱含沧桑的眼眸里 流出了热泪 出息 他抹了把泪 哽咽道 真给咱老成家长脸 我心脏阵正跳动 酸涩难耐的情绪瞬间爆发 我抱住爷爷奶奶 她在他们的怀里 无声落泪 爷爷 我做到了 我考了699的分数 这样的分数 足以让人激动到手抖 你想上清华还是北大 望着爷爷期待的眼神 我轻轻摇头 我想上香港大学 其实我的心里 早就有了目标 我想上港大商学院 这个分数 他们会给我一笔奖学金 最关键的是 离深圳比较近 方便照顾爷爷奶奶 更何况 现在已经年纪大了 只要我好好读书 就有机会帮爷爷一起处理工作 只要是我做的决定 爷爷都会支持 原来真正的家人 会在背后无条件支持 会给予一切的资源帮助 也会在无能为力的时候 暗自懊恼愧疚 而不是一味的索取 大学毕业后 我直接进了公司 爷爷亲手待我两年 见我处理事情得心应手 才退回到幕后 过上安心舒适的养老生活 公司迅速发展 短短十年内 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 顺利上市 开展国外贸易 开半分公司 这是爷爷一手打拼下的江山 我做不到像他这样伟大 但我唯一能做到的是 帮他守住这片江土 不能毁在我的手上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 助理和我说了一件事 程总 楼下有一对夫妻 说是你的父母 我抬了抬眼 放下手中的钢笔 不认识 告诉他们 我的父母已经去世 并把他们赶走 不要再让他们出现在公司里 助理去处理爸妈的事情 我暗中看了他们一眼 过得不怎么样 他们连身像药的衣服都没有 皮肤有黑 骨瘦如柴 尤其是我妈瘦的可怕 像是行走的骨架 这是他们的宿命 活该如此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而我尽管在忙 也会抽出时间陪爷爷奶奶旅游 我们才是一家人